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红毯来了 这届的北影节大咖云集 不少影坛老将都来到了现场 红毯也十分热闹 杨子珊作为北影节注目未来单元国际评审团代表 穿着低调干练 提衣搭配透视裙 不撒装还不失性感 镜头拉近 37岁的杨子珊皮肤状态也很不错 虽然脸部看似有些微微发福 单元气十足 严妮已来到了北影节闭幕现场 一身黑色丝绒长裙搭配大波浪发型 扑面而来的复古风 雅又很有气场 不过严妮的气色看上去不是很好 近看表情比较僵 下眼影也晕装成黑眼圈了 不过53岁的严妮能有这个状态已经非常不错 严妮走完之后 姚晨也紧随其后 说起来也是很久没在大型红毯活动上看到姚晨的身影了 姚晨一身黑色穿搭 看起来很有职场风格 加上裙摆之后更是气场全开 虽然很久没见姚晨公开露面 但身材保持得还不错 近看44岁的姚晨皮肤管理也是没有很好 面部 颈部肌肉都很松弛 偶尔也会有双下巴露出 不知道是不是在后台等了太久的缘故 姚晨的眼妆也有晕装的趋势 眼下卧彩秒变黑眼圈 有网友曝光了颜妮和姚晨在后台聊天的画面 《武林外传》两大女主在北影节重剧 也是一大看点了 就是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合作呢 胡哥带着走走婷婷 剧组一同走上了红毯 全程表现都很活跃 甚至调皮歪头笔叶 当了奶爸之后的胡哥心态依旧很年轻嘛 近看胡哥的皮肤状态也很不错 虽然笑起来已经有了皱纹 面部还有些发福 但整个人的精气神很足 颜值依旧很在线 就是鼻头有些出油 看来也是吃了没有随身带化妆师补妆的亏 胡先旭和张子峰终于在闭幕式红毯上同框了 两人在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中饰演一对情侣 为了走红毯 剧组还准备了玫瑰花瓣 胡先旭和张子峰还有导演等人在红毯上一起抛洒玫瑰花瓣 画面为美浪漫 是之后的清扫人员该头大了 花瓣散落一地 不可避免的背后面的嘉宾采烂一地 作为红毯上为数不多的小花代表 张子峰的红毯表现并不算太好 妆容过于抢劲 眼角的高光太闪 在北影集的打光下看起来脏脏的 下眼影也太深 被单独叫回去拍照的胡先旭就比较清爽 但可能是因为等得太久了 面部也有些出油 T区明显有反光 陈树身穿黑黑色断面留金礼服 走上红毯 优雅大气 气质出尘 镜头拉近 状态看起来也不错 只苹果肌有些僵硬 比较尴尬的是可能是陈树穿着高跟鞋 衣服又太繁重的缘故 差点在台阶上摔倒险些走光 还好陈树及时扶住了台阶 才避免了更多的风险 陈充也久违地露面北影节 身穿旗袍 发型抢劲 已经65岁的陈充景观浓妆出镜 但也避免不了年龄感 陈凯歌也带着志愿军二剧组走上红毯 朱一龙 辛伯卿 张子峰等人亮相红毯 算是人来得最多的一个剧组了 朱一龙看起来有些疲惫 可能是因为现场风有些大 朱一龙喷了很多发焦 导致头发油油的 玛丽作为评委之一和北影节评审团 一同亮相红毯 身穿青沙里服 裙百叶的 颇有中女王气质 上台阶的时候朱一龙也很绅士地搀扶 评委之间的关系都很不错 不得不说 红气真是养人 刚拿了大数据年度女演员 讲的玛丽状态 看上去非常不错 面色红润 背胖中还有些可爱 第十四届北影节闭幕式 是惊奇难得的电影圈盛世 尽管还有很多大咖未能到现场 我依然星光熠熠 期待这些电影人们 能够带来更多精彩之作吧 杨子山的红毯表现 就有些平平无奇 在荧幕上 杨子山的形象一直都是比较温婉清和的 今年上线的乘风踏浪 甚至城中之城里的她 都给人一种俱价的气质 而这种气质 其实在红毯上并不占优势 这次闭幕式上 杨子山上身一件黑色短款皮衣 内搭金色大领口 下身则是长款的白褶裙 这一身穿起来 就有种微商宁老板的即视感 配合杨子山没什么造型感的发型 有种和红毯格格不入的效果 当然 最让人意外的还是演员陈树的红毯表现 了解陈树的都知道 她这两年在影视剧里频繁亮相 但是演技和状态都常常遭到吐槽 观众看不惯她的微笑唇 也适应不了她脸上明显的肿胀感 这种越来越科技感的面相 在影视剧里实在太突兀了 可就是这种面相 更容易在红毯这样拼美貌的地方袭巾 这次闭幕式上 陈树穿了一件流金硬化的黑色礼裙 裙子的款式很简单 但将陈树的比例 每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字间的抹胸设计 展现了陈树优越的肩颈线 掐腰和散裙的对比 更突出了陈树的腰臀比 即便这条裙子的颜色压抑 材质厚重 但还是能看出陈树的上下身比例很绝 尤其是她的疯腰 隐隐一卧 相当吸睛 不仅如此 陈树也扛住了高清镜头的对脸派 镜头里 她脸上几乎没有岁月的痕迹 平滑细腻的肌肤 吹弹可破 精致的五官也足以咽压全场 电影节 一向都是大花的场地 在这个赛道上 年轻漂亮不顶世 优雅大气才吸睛 这次闭幕式上 把大花气质拿捏到位的陈冲 才是出场级经验 红毯上 陈冲穿了一件黑色的开刹旗袍 除了开刹处隐隐展现的美腿之外 陈冲这一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身材气场都堪称完美 旗袍讲究的就是优雅大气 而陈冲不仅很优雅 还很有集权天才的魅力 她气场全开 不自卖大 穿着东方旗袍 却没有可以迎合东方美人那脸的刻板印象 相反 她无比洒脱 典型的黑黄皮 够不上大众审美的潮流 但自信张扬 让人过目难忘 果然 作品和实力就是演员的底气 在红毯上的陈冲 真的星光无限 至于年轻小花 只能在妆容造型上用用力了 同样在闭幕式上出现的张子峰 穿着抹胸裙和胡仙旭合体 一旁的胡仙旭就是稳定发挥 张子峰显然用力过猛 她这身裙子 长度尴尬 暴露了自己小腿布置的缺点 拉垮了张子峰的身材比例 镜头上移 这典型的网红装造和张子峰格格不入 眼头的珠光用力过猛 完全没有美感的麻花辫 也在拖后腿 不夸张地说 这次张子峰的造型还不如她平时披着短发的日系风吸睛 闭幕式的最后 电影节的评委一起亮相 人群中 玛丽这一身弄黄色的长裙 相当亮眼 不过玛丽本身就不是颜值赛道的演员 穿着公主裙的她只是比平时更显华丽端壮了一些 这次出席活动 也能明显看出 第二十条的热播 真的让玛丽容光焕发 越来越有专业电影人的气魄了 同时出现的朱一龙 造型依旧全靠身材支撑 成功去流量化 并且成功在电影圈站稳脚跟的朱一龙 越来越有气场 但她作为演员的质感 也的确盖住了她偶像的外形 这些年 朱一龙的爆款电影是一步接着一步 但是她的红毯造型 是一次比一次拉垮 包括这次 也只有身材比例 身高身形值得一夸 但偏偏和她同框的评委里 还有一位人高马大的费翔 风神热播之后 费翔的成熟魅力 人性张力都瞬间圈粉 虽然如今的费翔已经不是小线肉了 但是她的身材管理 颜值状态都很在线 在这次和朱一龙的同框中 费翔的仪态 整体造型 以及更具魅力的长相 都让她更为吸睛 当然 电影节始终都是拼演技和作品的地方 美貌是其次 能站在电影节的红毯上就是一种荣耀 最后 你对这次电影节的闭幕是有什么看法 谁的红毯造型最让你印象深刻 这个转发的成熟